塗過的地方你再去擦它 它會變黑色的 然後我慢慢的再把它擦一下 銅油比較麻煩的就是說 你必須一直去擦拭它 把它的研磨劑擦掉 它才會發亮 那這個假如說是小劍的作品 它沒有關係 但是大劍的作品可能就不太適合 銅油擦完的光澤是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是這一塊 它是呈現出來的鏡面的效果還不錯 那大家一定知道說 接下來粉末它不是研磨劑的 你要怎麼樣讓它也能夠回復到這個光澤呢 其實在我們大氣之中 會把金屬弄髒的 不外乎油脂 它也還有第二個就是灰塵 我們會用華石粉來做 主要就是希望說 我們知道粉是吸油的 所以我們用粉末來把油脂吸掉 然後回復它原先的效果 就是讓它先沾點水 先沾點水 然後再把粉末塗抹在上面 那假如說你可以先混合在一個容器上面 當然就比較不會把環境搞得這麼的亂 這麼的髒 那我只是把華石粉塗在上面 然後再等華石粉乾掉了之後 再把它擦掉 記住你一定要 玻璃也是一樣 一定要用棉布 然後把它擦掉 輕輕的把它擦掉 它也會恢復一定程度 跟剛剛我們用銅油擦的光澤是差不多的 同樣一個狀態的 回復到它補鏽鋼本身的一個光澤上面 那通常我們的作品上面 放在暴露在戶外 一定也有些很多的油汙在上面 汽車的排煙等等 那假如說它是非常嚴重的話 其實我覺得非常嚴重的話 像這種油膜 在那個汽車保養品裡面 除油膜的應該是一個方法 然後另外一個 汽車的粗蠟 粗蠟也是一個方法 粗蠟分很多種 尤其是粗蠟 粗蠟對於水質 還有對於嗅水 都有它一定的效果 但是它只是一個基礎的 除污垢的一個方法 一個手段 它沒辦法 就是等你把污垢除掉之後 你還是必須進入到 我剛剛講的用粉末 或者是用銅油來處理 首先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用粗蠟 我們沾了一點粗蠟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看 假設這是一個鋼杯 它上面有雙面膠黏在這個上面 我想這個在外面的公共藝術作品裡面 有部分應該也會碰到這種狀態 雙面膠在上面 或者是貼的透明膠帶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表面有一層膜 那這一層膜它沒有辦法去判斷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性質 那最先我們都會用 比較溫和的方式去測試一下 就是我剛剛講的 用粗蠟去塗一下 塗抹一下 我們知道粗蠟通常都是用在烤漆面 烤漆 當它烤漆完了之後 用粗蠟塗抹過 它會先把它表層的一些不均勻的去擦掉 那不會傷害到粗漆的表面 那粗蠟放在我們的保養上面也很好用 我們可以看到粗蠟塗掉之後 我們再來去找找看剛剛那個還在不在 還好這個鋼杯上面的那個已經不見了 很容易就被我們去除掉了 去除掉了之後 我們再來用銅油把它塗抹一下 因為粗蠟的表面還是有存著蠟 存著蠟還是不太好 那我們再用銅油把它塗過之後 然後再把它擦掉 擦掉之後它可能 我不知道它原先可能 假如說這個鋼杯光澤不是很高的話 它原先的光澤 它就沒辦法出現像我們剛剛磨的那樣的鏡面的效果 但是一定會比它原先來的好一點 我們塗掉之後它是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比較不一樣的 但是它本身沒有很好的鏡面的處理 所以它也回復不到太多鏡面的效果 可能要拋過之後它才有辦法得到更好的鏡面 但是它的表面上面就已經非常光滑 那這個保養到這種程度 我想應該就是滿分了 假設現在剛剛有個鋼杯 在室內我們稍微找了一下 這個鋼杯上面有一些咖啡色的 感覺上是鏡子的一個斑點 那看到這個鏡子的時候 我們怎麼處理它 我們再來試試看用粗蠟 粗蠟的效果應該是最好的 因為我曾經有試過用粗蠟去把一大片雕塑作品的表面做清潔 然後它的效果就會很好 粗蠟的效果它可以達到一個很迅速的 而且很輕鬆的就把你鏽石的部分幫你清除得很乾淨 然後清除完了之後 假設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藝術作品的話 再請你用滑石粉把它抹一下 塗抹一下 然後再把它擦掉 讓粗蠟的蠟不要附著在上面 否則可能過了兩三天之後 它又會變髒了 你就很難得你去做這件事情 效果就不會很好 這樣清除掉之後 就回覆到這塊金屬表面應該有的光澤 接下來這個是我們剛剛講的鏽水 其實鏽水跟水質都可以用粗蠟來做一個基礎的保養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假設你是上面有人噴漆噴到了 或者是有人在上面塗鴉 你塗到了你應該要怎麼去保養它 我們就先來用香蕉水把它擦擦看 我們可以用香蕉水來擦擦看 請你用香蕉水的時候 你也要用比較好的布 比較好的棉布來擦拭這塊不鏽鋼 香蕉水是一種溶劑 所以它請你們在作業的時候 應該是要戴塑膠手套 然後你把它擦拭完成了之後 然後你再用粉末 你再用粉末沾點水 把它表面處理一下 表面再把它處理一下 處理完了之後 等這個粉末比較乾的之後 再把它擦掉 然後擦拭過完了之後 它就會回復到它金屬本身應該有的光澤 它本身肌裡的光澤 大概就是會被呈現出來 這個小作品因為放很久都沒有拿出來 所以它的那個灰塵很厚 那我們一般在保養的時候 像這種我們知道它的肌裡 它並沒有什麼很髒的東西在上面 只有單純的油脂跟灰塵的時候 就是換句話說 比較室內性的作品 放在室內的作品 包括它的烤漆面 包括它的不鏽鋼面 我們就會直接用 用華石粉把它塗抹上去 直接用華石粉塗抹上去 所以我今天就用這個方式 用個小作品來磨研大作品 它的保養方法也可以用 假如說比較大的作品 裡面也可以用海綿來塗抹 包括它的烤漆面 都可以去用這個華石粉來做 假如說這個烤漆面也好 或者是這個不鏽鋼的鏡面也好 它的表面有其他的附著物 你在塗抹過程有發現的話 你再用粗蠟稍微再把它塗一下 然後大概到這個階段 全部都塗抹一次 全部都塗抹一次之後 我們再找另外一個乾淨的棉布 把它整個擦拭掉 等它乾一點會比較好擦拭 因為它比較不會延伸出去 我們就趕快速的就拿乾布 通常一個大作品 兩個人在清理的話也會蠻快的 假如用這種方式來處理不鏽鋼 跟整體的作品的話 大概一下子就可以達到一個 相當程度的一個 回復到它本身不鏽鋼 應該有光澤的一個狀態 接下來還有一個 必須讓大家比較注意的 就是毛絲面的不鏽鋼 你在保養的時候 應該注意哪一些事情 我們剛剛磨的這個毛絲面 我們知道說它的絲紋都是流上到下 就是直線條的絲紋 那也有橫線條的絲紋 看它作品的需求 它去定這個絲紋 那毛絲面其實它是 剛剛在製作的時候 大家可以清楚的了解 我是用紗布去磨它的 紗布去磨它代表什麼 就是在這個光滑的鏡面上面 做刻痕的意思 換句話說 這個表面被放大之後 它是凹凸不平的 那它之所以會髒 是因為它有油垢 卡在它的凹面裡面 所以毛絲面特別會沾著指紋 而且你不容易擦掉 為什麼不容易擦掉 因為你這樣去擦它的話 它是沒辦法被擦掉的 剛好它的指紋的油垢是在凹面上面 但是你順著它的指紋去擦它 順著它的紋度去擦它 它就很容易被你擦掉 所以毛絲面跟鏡面你在保養的時候 它其實最大最大的一個差異點 就是在它的那個毛絲紋的方向 它是怎麼跑的 那除了這一點之外 其實毛絲面的保養 它會比鏡面來的更簡單一點 就是說你在做毛絲面的保養的時候 你用粉末下去塗抹它 照著它的方向性去塗抹它 基本上它在凹的面上面的油脂 都已經被你吸得差不多了 請不要用橫的方向去塗抹它 就順著它的面去塗抹它 然後塗抹它的之後 拿一塊布照著順著它的面去把它擦掉 當你這樣去擦它的話 它很容易產生不同的紋路之外 它也沒辦法達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所以你就順著它的紋路去塗抹它 輕輕地去塗抹它之後 輕輕地把它擦掉 其實毛絲面很容易得到一個 保養上的一個效果 它一下就可以顯現出來它保養的效果 那假如說市面上有一些菜瓜布 你看這塊是我們市面上一般的菜瓜布 好 那我即使是沾粉末去塗抹它 或者沾粗拉去塗抹它都一樣 假如我沾粉末去塗抹它 我只要塗它一道 我再把它擦掉 其實它是不鏽鋼 這一道它就永遠就擦不掉了 所以毛絲面它在保養上面 其實鏡面也是一樣 菜瓜布是 菜瓜布是盡量不要用 尤其是鏡面是絕對不能用 毛絲面你要用菜瓜布的話 假如說它上面有很多很髒亂 有很多修實的話 不建議 但是假如說你覺得技術還不錯的話 你還是要照這個紋路去塗抹它 才有辦法達到一個效果 那最好就是不要用菜瓜布 那這條痕跡它存在了 你就永遠拿不掉 除非是用我們剛剛在製作這個 毛絲面的那些過程 才有辦法再把這個菜瓜布的痕跡把它處理掉 那就要進入到比較專業性的一個作業的方式 才有辦法做到 所以毛絲面的處理方法 其實跟鏡面在保養上面是相對的簡單的 但是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要順著它的那個法絲紋的 紋路的方向去進行一個保養 首先我們來看看這一塊 這一塊不鏽鋼 它上面有鳥的糞還有一些水鏽 所以我們就先以這一塊鏡面為主 然後來跟大家示範一下 當我們看到不鏽鋼有髒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我們就用清水稍微去擦拭它一下 用比較柔軟的毛巾布或者是棉布都可以 或者是用海綿也可以 當你去擦拭它的時候 你就可以分辨出來 什麼東西是可以被擦拭掉的 什麼東西是不能被擦拭掉的 這是我們在工作室曾經用過的粗蠟 我們把它塗抹上去 接下來我們看這塊毛巾面 這塊毛巾面它因為它有曲面 有內藥跟外凸 所以就是水流下來的污垢 它比較嚴重一點 我們在用粗蠟跟它做一個 跟它毛巾面同方向的擦拭 不要逆向 逆向的話會造成很多的 不應該留下來的紋路 因為它的表面還是要稍微去注意一下毛巾面的方向 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用棉布來做擦拭 否則的話它的不鏽鋼表面還是會存留下來 擦拭布的痕跡 然後鏡面這個部分現在已經乾了 所以我們輕輕的把它做擦拭 現在這一塊不鏽鋼的狀態 已經到達一個鏡面的狀態 然後它的表面上有一些黃點 那這些黃點我們用銅油來推推看 因為銅油它是一種研磨劑 用銅油可能可以把它擦拭的掉 假如說不能擦拭的掉的話 我們再想用其他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得到幾乎剛剛那些鏽鋼的部分 就是留下來鏽鋼的部分 現在已經到達一個光亮的程度 那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接下來做最後一個步驟 因為我們在工作室的時候 我跟各位分享過了 就是銅油它也是一種油脂 所以我們最後再用華石粉的粉末 來跟它把油脂稀釋掉 好我想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比較光澤的這個面 這個面應該跟這個作品出場的時候 它的鏡面的光澤已經相差不遠了 那整個一套不鏽鋼鏡面跟毛絲面的保養 現在我們在鏡面這個部分已經得到一個很好的保養的效果 這個面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可能是因為樹上會滴水下來的關係 所以它的水鏽其實是比較嚴重的狀態 那我們用比較快速的方法來試試看 怎麼樣讓它能夠做出更好的一個 原本出場的時候的那個狀態 那我們一般都用水 但是當水鏽比較嚴重的時候 我們用去紙油來做 我們已經把它表面的灰塵先擦掉了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 麻煩你會出來